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部2018年的美国恐怖电影《真心话大冒险》 讲述了一群大学生在荒郊野外玩真心话大冒险 不料引出恶魔的故事 影片开始 咱们的女主大爷妹跟着一群好友出去旅游 她还在酒吧携后了绅士卡特 卡特把大爷妹一行神 带到山顶废弃的教堂里玩真心话大冒险 很快所有人都玩了一圈 最后轮到了卡特 黑妹大趣地问她 为什么要把大爷妹带到这里来 但她的回答让所有人疑惑了 她说 自己是想找一个朋友多并且好骗的人 这样她就可以骗人来这里玩游戏 因为只要她能活下去 陌生人的死她根本不在乎 说完卡特就想离开 大爷妹追出去问她有什么毛病 卡特却说 这个游戏是动真格的 她们现在已经参与了 不管逃到哪里去 她都会跟着他们 她们必须遵从真心话大冒险的规则 继续玩游戏 否则就会死 回到学校的大爷妹发现 有人在课桌上写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她以为是朋友在恶搞自己 但她又在传单上看见了同样的话 她的车也被人刻上了这句话 周围的同学还像着魔一样 怪笑着问她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大爷妹在这些怪笑同学的包围下 忍不住回答了她们的问题 但也因此暴露了金发妹背着男友卢卡斯出轨的事 接着参加过游戏的龙套哥因为没有完成大冒险 就被操纵着刷下台球桌死了 龙套哥的死上大爷妹彻底醒悟 她意识到是那一晚的游戏在作怪 其他人并不相信大爷妹的话 直到轮到了卢卡斯 在大爷妹的帮助下 卢卡斯回答了游戏的问题 逃过一死 他们找到了其他玩游戏的人 说服他们相信这个游戏 作为下一个的金发妹 收到了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的短信 她选择了大冒险 结果游戏让她打断大爷妹的手臂 为了保住金发妹的性命 大爷妹说话激怒逼金发妹 逼她打断了自己的手臂 但下一个耍酷哥就没这么幸运了 她在医学院面试时遭遇了游戏 为了完成面试 她说了假话 结果就怪笑着自杀了 接二连三的死亡上大家相信了大爷妹的话 大爷妹把所有玩游戏的人召集到宿舍 他们开始寻找卡特 只有她能解决他们的疑问 金发妹在网上搜索到一段视频 里面是一个被逼完成大冒险的女孩 而这个大冒险居然是用汽油火烧路人 这时轮到黑妹选择了 她想选真心话 但游戏却不允许 游戏上她边喝酒 边沿着屋顶走一圈 其他人只能拿着床垫在楼下接应 在大家的努力下 黑妹得以幸存 大爷妹她们还联系到了视频里的女孩 女孩说她们当时进入那个教堂玩真心话大冒险 不料这个游戏一直没结束 而且她们的游戏规则是连续两个人选真心话后 下一个人必须选大冒险 而卡特骗大爷妹等人加入游戏 是因为这是游戏让她完成的大冒险 她没有选择的余地 说完女孩掏住枪 想杀死大爷妹 因为这次轮到她 完成大冒险了 但黑妹替大爷妹挡了一枪后 女孩就怪笑着自杀了 大爷妹和卢卡斯查到了教堂的资料 原来这座教堂发生过大屠杀 只有一个修女活了下来 她们找到修女现在的住址 但修女不能说话 只能写字条告诉她们教堂的故事 原来当时的教父经常用游戏折磨她们 她忍不住用邪恶的咒语召唤出赫魔 从此恶魔就支配了她们的游戏 不停地用游戏杀神 有一个咒语能封印恶魔 但必须召唤者用自己的舌头做祭品 她好不容易封印了恶魔 但封印的罐子却被卡特那群作死的神打破 现在能封印恶魔的人就是打破罐子的神 想活下去他们就必须找到那个神 大爷妹记得女孩死前说过 当时她有一个叫萨姆的好友曾经破坏了教堂 罐子很可能就是她打碎的 但他们还没找到萨姆 小白就因为没完成大冒险死了 人数据简上游戏又轮回到大爷妹身上 因为她有不想金发妹知道的秘密 所以她选择了大冒险 但狡猾的恶魔却让她把秘密向金发妹坦白 大爷妹只好说出金发妹父亲的自杀真相 原来当年金发妹的父亲喝醉了想袭击她 但被她躲过了 当时正在气头上的大爷妹不仅叫金发妹的父亲去死 还威胁她要把这件事告诉金发妹 结果她就自杀了 金发妹得知父亲自杀的真相非常痛苦 但大爷妹从警察口中看到了萨姆的照片 原来卡特就是萨姆 大爷妹用真心诚意的道歉 挽回了和金发妹的友谊后 就找到萨姆并把她强制带回教堂举行封印仪式 但恶魔却操纵了下一个玩游戏的路卡斯 杀死了萨姆 最后只剩下大爷妹和金发妹 大爷妹用计让恶魔也参与了游戏 她想套出能让他们活下来的办法 但恶魔却说只有萨姆能阻止她 现在所有参加游戏的神都必须死 大爷妹非常绝放 为了让金发妹能活下去 她用直播的方式让全世界的网友和他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 毕竟世界上这么多神 当轮回他们身上还是会花一段时间 看完这部电影 你还敢玩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游戏吗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